精良小子五效成分顾精亮 勇德生技蝦红素叶黄素 要您购赏全名新攻略 我们准备要来猜字了 有些人搞不好还没玩过 刚才你们试玩过 这个字太奇妙了 今天猜的是五笔 五话的字稍微多了一点 第一话请看 一撇 先是一撇 长的 第二话 接下来是这个勾 就大概有几个方向 高伟棠 句点的句 五话这样子写再这样第二笔 通常大概就剩下一个口了 真的 对 对不对 剩下一个口了 好强喔 句点的句到对面 漂亮 好 高伟棠 上累率百分百 上次来直接就上 达了五级 加油 来 高伟棠 请就位 漂亮 高伟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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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伟棠 高伟棠 高伟棠同学 台北医学大学临床医学研究所硕士班 性传染病的友善医师 这是什么叫做性传染病 还有友善 不友善的区别 因为一般人来门诊的时候 会难以启齿 那有的医生 如果他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 他不知道怎么去接触 对 所以就变成不友善 所以你要用一个让他开放心胸 说你是什么样 碰到哪里 怎么样 诱导他 他有说他根本不能回答 我现在有点痒 有点 会痒又会痛 怎么样的问叫做不友善 你这个泰哥 我这个泰哥 对 这个就是不友善 他就说你一定去外面乱搞 这就是不友善 你不能预设一些立场 不可以 对 每次都能够保持第一个出来 就厉害了 只有你能看到全貌 每一次的内容都不一样 来 开个门 看一下 来 我给你准备的这一次 一万大奖 正后方 有没有看到 气炸烤箱 现代人最需要的 这个是电动滑板车 三万大奖 单人拾木沙发 五万大奖 臭洋水龙头 左上角的十万大奖 你家最需要 迪士尼美与互动教材 亲自居家搜索 准备 请公布 他的第二套节目 来 请看 第一 蜜尿更年期 你是蜜尿科医师 当然知道 狡猾大元凶 曾经在医院滑倒之后 手骨折 自己被病人 非常好 女儿昆虫米 女儿从小就喜欢看一些 昆虫相关的知识影片 是 对不对 寒流星殿堂来了 这就是你 爱韩国的流行 是个哈韩族 因为你在韩族待过嘛 日本哈武将 这个 喜欢了整个江户时期 幕府将军的故事 对不对 哈日 历史特效药 你熟悉历史 是个冷知识达人 所以我们会找到提问 盛食暗黑料理 在这个疫情期间 看詹姆士的影片 来做暗黑料理 对 詹姆士应该很感动 最后来一杯 每天有尝美酒的习惯 从哪边开始 当然从我的专长 泌尿更年期 再回跳 当然从我的专长 最后来一杯开始 关于这一部分 如果只看这个 五个字路叫题目的话 你想提醒什么 大家要提醒就是 有一些长辈可能五十岁 到六十岁 他有一些些 就是精神不济 或者是性欲下降 性功能下降 这个就是更年期的前兆 那如何能够延续那个 兴致勃勃的一感觉 你缺什么就补什么 缺了男性荷尔蒙 就可以补男性荷尔蒙 可以用吃的 打针的 鼻黏膜吸收 各式各样 缺钱的 缺钱要赚 没有问题了 吃饮处理 男性荷尔蒙低下要小心是男性更年期 请问日本研究哪一种职业 容易会发生更年期的症状 A 企业高阶主管 B 新闻媒体记者 C 业务人员 A 企业高阶主管 你来哦 我的答案是A 企业高阶主管 企业高阶主管 比较容易发生更年期的症状 为什么 这个东西其实很主观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的症状表述 描述 因为如果你是 射近机会比较低下 就可能你每天认真工作 你没有太用到你的 的性行为 或者没有在想这部分 或者你没有很强大的压力的时候 這個東西不太會發生 就是你不會有感覺 你只是覺得身體累 你不會想到這個東西 所以這裡面 其實年紀到了都會發生 但是在裡面壓力最高的 還有最容易接觸到這些 我覺得是企業高階主管 我自己的病人 也大部分都是中高階主管 你從男性的角度出發的 如果不對的話 我們也尷尬了 又是命令科醫師 希望你不要錯估了它 請揭曉 是不是企業高階主管的 更年期症狀 最容易了 恭喜答對 好的 開始 要知道自己有沒有 男性更年期 其實就是看這個高固酮裡頭 男性荷爾蒙的濃度 來做檢測 但事實上對於男生來講 只要超過三十歲以後 每年大概都會下降一%左右 所以男生只要到了四十歲的時候 大概就有二十五%的人 其實就已經出現了 男性更年期的症狀 不過其實 他們做了一個研究 就發現有一些行業的 的確比較容易 更早就進入男性更年期 包括了企業的高階主管 銀行的行員 建築師跟老師 結果他們就延誤了一下 他們的工作型態 發現比較常動腦筋 你是腦筋工作者 腦力工作者 比較少去做這個體力的勞動 或者是你本來都有在運動 突然不運動的狀況之下 都比較容易會出現 男性更年期 如果出現會怎麼樣 出現就是 就是常常坐在沙發上就睡著 然後在床上睡不著 天啊 這個 還有呢 還有就是 力不從心 各方面 你比較少姿 那所以咧 所以如果 我要做些什麼 不是 像這種人要做些什麼 最入門的我建議是運動 因為像深蹲這些 因為肌肉就是你的 荷爾蒙主要的來源 其實最重要是運動 而且大腿是人 那個男生第二個心臟 會激少症 對 所以讓肌肉量 還是要準備在那邊 沒錯 所以男生練大腿 那個能力會變強 會強 還有腹內的脂肪 如果越小的話 就是看起來會比較長 因為很厚一層 就會有十公分在裡面 看不到 你瘦下來 十公分在外面 真的耶 我說真的 我說真的 真的 陳哥 你以前看起來 真的比較厲害耶 我就說 我說身材 身材 各位民眾我在錄影 好 好了 就聊到這一個心 來 第二題 歷史特效藥 你有沒有對哪一個朝代 特別神往 特別疑慮 三國 你對唐朝還好 清朝還好 清朝 我比較喜歡唐朝 唐朝比較浪漫 歷史特效藥 來 請主題 律師 馬捷博士的宣角的時候 提供病患白藥水的特效藥 可以舒緩瘧疾 請問是奎妮加入了什麼製程的呢 A 檸檬汁 B 薄荷水 C 冰米酒 這你應該知道吧 A 4分10秒了 我的答案是 A 檸檬汁 3 你花了54秒 家境太好了 稍微再快一點 好 思考在... 你剛剛在思考什麼 因為說實在 我以為這題的 歷史特效藥是歷史問題 結果它是特效藥的歷史問題 是啊 有什麼問題嗎 不是 難道這馬捷博士不是歷史人物嗎 對... 但是他的發明這個藥的這個過程 我沒有參與 所以我比較不熟 唐朝那些詩人你參與了 但是這個又是 大概也是一些經典 是要了解嘛 這些博士做的一些什麼 白藥水應該也讀過了嘛 對 對不對 但是說實在 我這是用刪去法 因為我覺得冰米酒和薄荷水不是 尤其薄荷水不是平常 這麼容易取得 冰米酒不太可能 你讓他治療一個病人 讓他喝酒精的東西 不是每個都適合喝酒 對 所以我就猜 可以這麼說實在 這個歷史我真的不熟 各位醫師們 猜對了 認為他猜對了 猜一個啊 那你怎麼認為他是對 就是有消毒效果的 你也不可能喝進去 那他這個濃度也不夠 那薄荷水也不太好 那檸檬汁 它檸檬它其實本身 以芳療來說的話 它是有一些 抑菌的效果的 我是猜薄荷水耶 因為薄荷本身 也有一些抗菌的特性在 而且它是外用跟內服都OK的 好 兩題就掛的話你糗呆了 你上次有五題 謝雲 接繳 好 因為新外用疫情肆虐啊 就發現這晶雞納樹裡頭 可以提煉出奎檬 然後把奎檬呢 做成了這個奎檬水 給英國的士兵喝 但在喝的時候 就發現它的味道滿苦的 所以當時會加碳酸飲料啊 或者是會加勤酒 才變成現在的Gene Tonic 那其實呢 在這個1860年的時候 傳教士來到了台灣 他們要幫助這個 一般的病人的時候 也會給他們這種葵寧的水 那為了要讓它的入口比較容易 所以裡頭就加了檸檬汁 也後來變成了 在台灣很多人呢 當時都會致病用的白藥水 好 一般在巷子口了 高尾堂醫師 第三題 對不對 我們浩日 起碼二十年以上了 但浩涵是這十年的時候 對不對 浩涵是因為我女兒的浩涵 你女兒才幾歲啊 八歲 八歲就浩涵啦 所以他這K-POP也會跳 他們是音樂的 是他們是這樣子 這意思喔 一句 日本浩武將 請處理 阿姿 來 我的答案是B 直江堅序 請處理 好 假思索喔 了不起耶 你真的知道啊 我記得直江堅序好像有演過 他有演過戲 就是大和劇 這個演過他的故事吧 他有出來演戲誰受得了 曾田信村我很熟 他應該不是 那小莊他濃情 他的那個名氣沒那麼大 曾田信村是誰啊 曾田信村是一個很有名的武將 也是武將 對 他們三個都是武將 是 可是小早川的知名度最小 對不對 最小 沒答對你就空手回家 好厲害喔 好猜的耶 感覺到 真的猜的 好 其實剛剛水上當中的三位呢 都是非常有名的武將 那麼這個曾田信村 他是何許人也 其實呢 他是德川家康的宿敵 那當時呢 也有紅魔鬼之城 他的頭盔呢 也有特別的標示 不過呢 上面是 陸腳跟六個前帝 並不是愛 那頭盔上面寫著愛的呢 是直江堅序 為什麼頭盔上面 要有一個大大的愛字呢 這個愛可是有意義的喔 因為呢 代表著要 人愛 愛您的意思 恭喜 高偉堂醫師 一萬元之位是密道頭 來 來 謝謝 突然就不要空手回家 對不對 至少拿個三題 是 但要再三題才能超越你自己 好 而且不只喔 還拿到三萬的打獎 我要選 我上次 一直沒有選到的 最後來一杯 對嘛 酒精飲料這麼多種 最喜歡喝的是 紅酒 白酒 葡萄酒 葡萄 葡萄 葡萄酒這麼多的產 自己喜歡的是 法國 普根地 普根 好 算了 就對了 普根再聊了 請出題 古埃及人最愛啤酒 法老都有啤酒陪葬 請問在古埃及時期 啤酒還被拿來當作何種用途呢 A 工人工資 B 交易貨幣 C 保健食品 我的答案是C 保健食品 國立 古埃及時期的啤酒 是可以當作保健食品的 因為法老都會帶進 陪葬的話 因為前兩個我也是三句 反正工人工資 但交易貨幣 就是一樣的東西 他們如果啤酒可以 工資跟貨幣 其實是同一個概念 你如果全部都用啤酒 它有保存期限 它這個東西會 會隨著時間消失 所以我是這樣認為 而且我想法老會陪葬 應該不會這麼 沒有意思的 拿一些金錢去陪葬 應該拿一個更重要的東西 人都掛了 拿保健食品幹什麼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想 讓後人知道 我就是吃這個食的 要多吃這個 沒有 我都死了 我想要保健食品 他帶進去是因為他希望他復活 然後擁有這些東西 所以他應該要帶 他活起來他覺得很重要的東西 你有沒有發現其實 你自圓其說的能力蠻強的 為什麼 你也覺得 我也沒有 請接受 請接受 貨幣 貨幣 今天就答案是公元公子 好 讓你看 在這個古埃及時期 他們其實並不太懂 發酵的這個技術是怎麼來的 所以跟他們來講 啤酒真的是一種很神聖 很特別的產物 因此當時他們還流傳的是 太陽神就是啤酒 暗跟生命的製造者 你看啤酒居然可以跟生命 並駕齊居在一個同樣的地位 所以當時他們在建金字塔的時候 這些工人的工資 就是給他們啤酒 甚至如果你想娶新娘 你要給對方聘禮的時候 給的也是啤酒 在福跟奴隸 也可以拿到啤酒 來作為工資的獎勵 所以因此在古埃及流傳了一句話 非常的有意思 他說在水中 我只能看到自己的臉 但是在酒裡 我能看到內心的花園 我都有這些畫面出來 你就知道他們都喝到假酒了 我覺得 好啦 一萬大獎 可以得到什麼送給他 來 要送給各位唐醫師 那是普加湯 沉控UV 滅菌 熬進水氣 流線外型 全機防護外殼 出水端配置了紫外線紗菌燈 防塵 防張 又防鏽 內置除水桶 據濾芯更換提示 水質全天檢測 系統漏水監控 按摩自動沖洗的功能 送給你 謝謝 謝謝 記得在水裡面只能看到自己的臉 但在酒裡面 可以看到內心的花園 這句話 太棒了 來 下一位參賽者 全明星空略模範生 招募中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籌碼的機會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意志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明星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